大家好,我是杨天真 帅帅帅 谢谢 很开心来到脱口秀大会 我是这个节目的忠实观众 和你们一样 这个节目每期我都看 确实呢,没有能牵的人 我为什么会来这呢 因为我是个特别幸运的人 吉祥物体质 所以来这呢,其实不是为了搞笑 也不是为了牵人 主要呢,是为了给你们公司冲冲洗 不知道这个 如果我来了以后 你们公司运气还不能好转 但总,你就得派个人娶我 我跟罗老师也认识 他听说我要卖大麻女装呢 就主动关怀我说 要给我当大麻男装的模特 我就说,行啊 反正我也不卖大麻男装 直播确实是不简单的一个事啊 我前阵子都直播了一下 因为那个,我领口开太大 就被,就被提示说 主播着装不规范 有些人就采释我说 是不是要靠这个领口大伯出位啊 我是真的没有往那个方向走 因为我所有的衣服领口都大 领口小了 头头进去 今天的主题呢 是不就是钱吗 我其实是一个从小 非常有经济头脑的人 要不然也不能当经纪人 上大学的时候 我爸妈给了我18万 让我去留学 那个,我没去 我就买了个房 对,结果很容易猜吧 三年之后 我就把它卖了 拿了50万给我妈 然后呢 我妈又给了我18万 说,要不然你再去留一次 我是真的很爱花钱 但是我从不花冤枉钱 比如说这个热搜 我就是从来没买过 你说有那钱 我买点啥不好呢 比如我可以买两件 挡胸口的假领子 我呢 或者干脆买个斗篷 是不是 我自己要做大马女装呢 其实还是为了自己 因为我 就有点难买到合适的衣服 有时候去逛商场 说试一下 售货员呢 就会用那种 很看不起你的口气 跟你说 抱歉 没有你的好 心里就是 真的很不爽 我就会想说 再这样的态度 老娘就把你这个店买下来 然后跟你说 抱歉 没有你的店了 因为我做了14年的经纪人嘛 要处理特别多的突发事件 所以常年处于一个高压状态下 那怎么解压呢 其实我就是靠买东西 一出事 我就买东西 一出事 我就买东西 我心中有一个等级 不同的事情呢 就靠买不同价值的东西缓解 比如说有的艺人分手了 我就买个包 这个 有的艺人出轨了 我就买个钻石 还有的艺人跟我解约了 我就买个房子 最近又听说呢 有的艺人要生孩子了 这么大的事 还能买点啥呢 那就只能买点蓝河绵羊奶 送给他们当礼物 蓝河绵羊奶 鲜羊乳配方 羊奶 选蓝河 你看我顺手帮你们节目组把奶粉钱也挣了 你看我赚钱啊 就是赚这种顺手钱 虽然呢我是赚了不少钱 但是其实我没有把赚钱当作过人生的目标 我觉得钱其实是一个工具 帮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因为人活着呢 是要为了自由和快乐的 本来做经纪人这么累呢 我就不想做了 说改去做直播吧 但是一改 又被提示 领口太大 搞得我头都大了 我头一大 领口又得更大 我自己呢 因为一直是个很张扬的人 但经纪人这个工作呢 其实是需要藏在幕后的 所以我现在好了 我不做经纪人了 就充分地自由了 所以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 比如呢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梦想 就是我想在一个舞台上劈叉 但是过去 过去 我一直没有这个舞台 今天呢 我觉得简日不壮日 我在这里 给大家 劈个菜 真能劈啊 大家好 我是什么都懂 却还是那么天真的杨天真 我是第一个在你们舞台上劈叉的人 太狂野了 是不是柔软的胖子 太狂野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尘封破浪的黄胜衣 大家都看尘封破浪了吗 骂我了吗 虚伪 虚伪的人 每期节目播出都有很多网友骂我 骂得我都想哭啊 但我又不敢哭 怕他们说我假哭 我在那个节目给人的第一印象就不好 具体是什么事呢 你们可能都忘了 我今天就来帮大家回忆一下 我先是穿了一条很夸张的长裙 然后别人给我提鞋子 给我拿牛奶 我都忘了说谢谢 今天我要在这儿说一声 对不起 昨天我对你爱搭不理 今天我向你说 对不起 有人问我后悔吗 不后悔 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选择了就要承担相应的代价 如果让我再选一次 会不会穿那条裙子 我还是会穿 但是我会自己拿牛奶 刚才你们工作人员还要给我拿牛奶 我说拿什么牛奶啊 你们这不是有全氧乳配方的蓝河绵羊奶吗 好羊奶 选蓝河 我都知道 那我自己去拿啊 人生就是会有很多选择 而婚姻就是一个很大的选择 我第一次见到我老公啊 也没想到会选择他 因为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很嚣张 很爱显摆 当时他给我递的第一张名片 我以为上面会写着 什么集团的董事长 没想到 只有四个字 霸道总裁 霸字还写错了 后来慢慢发现 他根本不是什么霸道总裁 他就是个铁憨憨 他送礼物的标准也很简单 就看有没有生殖空间 我让他买花啊 他说 别买 明天就谢了 要买就买这个古董花瓶 这个上面有雕花 不光不会谢 还会生殖 当时我就记住了这几个关键词 这个花瓶 会生殖 好像是在说我 后来发现这个铁憨憨还挺细腻的 有段时间我在横店拍戏啊 他每天会开三个小时的车 从上海到横店 然后再开三个小时回上海 我说 你没有工作吗 你这样成本也太高了 然后 他想了一下 就代资进组了 顺利地当上了演员 最长情的告白是陪伴 最长情的陪伴 是代资陪伴 我觉得挺好笑的呀 其实我很崇拜我老公 他真的不是网上描述的那种 没有文化的土豪 他是一个有深度 有生活 有知识的人 永远能给我展现 意想不到的一面 比方说 他凭多年的收藏经验 成为了故宫国务院研究所的 特聘研究员 就是那种 不用在职的研究员 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 不在职都能做研究 这要是在职了 那还得了啊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结婚 结呀 怕什么 结了你就知道 婚姻其实并没有这么复杂 就是要相互信任 发现对方的闪光点 同时自己不断地前进 赢得对方的尊重 这就是我为什么嫁给霸道总裁 还要出来工作 为什么被骂 还要出来乘风破浪 因为只有在外面 乘风破浪 才能在家里 稳稳当当 谢谢大家 我是稳稳当当的黄胜一 大家好我是Jony Jane 果然走到哪里你知道 都躲不开蛋黄的长裙 这个梗 我已经不想再听了 真的 我已经不想再听了 虽然他的确 比你们节目里面 所有的演员都要好笑 想必诞着我 头发跟你差不多 我也没什么蓬松的空间 你知道 其实我很喜欢脱口秀大会 我从第一季开始 我几乎其实每集都看 对然后 我今天来这边发现 原来还有这么多老面孔 还在节目里面混 原来你们才是养成类的节目 你知道吗 我很好奇你们什么时候成团 别人练习是为了成团出道 但你们好像就是喜欢练习 我们练习是完美的 人家男团女团都是练习生 你们是练习一生 在外面你们就会被叫回锅肉 对吧 有的我看其实都回了好几锅了 肉都快烂在锅里了 别的节目是用节目养成选手 你们是用选手来养成一个节目 今天是这个节目的主题赛 第三场保持联系保持距离 那说的就是 人与人面对社交的时候的矛盾的心态 说实话我其实是一个不爱社交的人 对大家都以为rapper 好像都很为social 对走到哪里 然后都是兄弟 都是homey 对然后歌里也都是 你知道灯红酒绿的 纸醉金迷的 对 我其实也尝试写过这一类的 但是很难 因为我没有太多这方面的经验 我还去问别的rapper 我说 其实我看你生活也不是这样的呀 你怎么写得这么真啊 然后他说 都从国外rapper哥也听呢 我其实是有点设恐的 就是人多的时候 我很容易感到不安 对以前 想离开又找不到个借口 对 硬编一个理由吧 就是他们又不让我走 但是现在我找到了一个完美的理由 我老婆叫我回家 这句话特别管用 哪怕有时候我想跟我的兄弟们在一起 多待一会儿 我也得回家 不想走也得走 然后 我不爱社交也不爱混圈子 我之前写过一首歌叫《楼楼》 然后 主要是讽刺一些就是 没有作品然后只会混圈的人 然后 我说 你们怎么混也混不成Johnny J 对 不过我想他们现在应该也不想混成Johnny J 因为他们觉得Johnny J混得太惨了 都结婚了 我前段时间去一个女团节目当导师 然后有人说我在节目里面 不怎么教选手rap 对 然后 其实我打心里面觉得rap不是交出来的 对 我觉得更多的是基于你的天赋 对 但是 我没想到的是还有另外一种天赋 就是搞笑天赋 就是蛋黄的长裙 我当时想这么唱 谁爱听啊 结果发现 诶 都爱听 而且听得很开心 对 我发现我教的好像不是说唱 是说学逗唱 这个不错 大众 其实对rapper的看法都说 哎 Keep it real 我其实觉得这是一个误区 这是一个误导 对 很多人说 我虽然唱得烂 但我搞得真啊 是不是 所有人大家都这样 没人在乎你搞得好不好 只在乎你搞得真不真 那说唱节目需要什么导师吗 放四台测谎仪在那边 对吧 不过那样的话 我有个兄弟叫盖 他可能就有点惨了 老子命运学步来弯腰 四台测谎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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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辈子都别想尽纸了 这辈子都别想尽纸了 pero 可以 数换圈很多人会disfak 对 其实倒不是因为他们真 对 你要是真的real的话 你就把名字念出来啊 是不是 为什么要这么操作呢 因为安全 而且沒有提名字 就是迴旋的餘地很大 如果這個時候有人跳出來說 我是個faker 那我覺得你還挺real的 我講真的 我們今天雖然講的是社交 但我覺得其實過多無用的社交 並沒有給你帶來什麼 圈子混得再好 不如把業務搞好 因為我搞好了業務 所以就算我一直想跟那些人保持距離 他們也還是想跟我保持聯繫 謝謝大家 我是Johnny J 自己一個人 沒有別的姐姐跟我爭舞台的感覺 真的是太好了 大家好 我是張萌萌萌子 很高興來到脫口秀大會 我已經是第三個來到我們脫口秀大會 節目的姐姐了 之前呢有雨淇還有盛伊 對吧 你說就你們這個請嘉賓的節奏啊 很容易讓觀眾產生誤會 我們那邊拼命的乘風破浪 就好像是為了上你們這個節目似的 是的 是的 反正前兩個姐姐我不知道啊 但我是真的很想來這個節目 謝謝丹總 謝謝製片 謝謝製片 火火火 乘風破浪的姐姐邀請我的時候呀 他們就說 說這個節目啊 需要找一些已成名的藝人來參加女團 當時我一聽 當時我一聽 已成名 我內心真是毫無波瀾 雲淡風輕的就去了 你們在看那個節目的時候呢 應該能感受到 我呢 總愛跟人打交道 碰到個姐姐就說 哎呀親愛的 我有個戲要找你啊 寶寶 我有個角色很適合你哦 我現在呢 有網友替我數了一下 我已經欠出去 差不多一百多個角色了 但是我說的都是真的 因為我現在真的是一個製片人 我去這個節目呢 也不是為了成團 就是為了出關係去的 畢竟啊 多個姐姐 多條路 對吧 楊天真姐姐 節目播出之後啊 姐姐們越來越火了 很多姐姐啊 都出去接一些活啊 唯獨一個姐姐 從來沒有離開過長沙 沒有回過家 沒有出去 接過一個商務 這個人 練得非常狠 他就是 您靜姐 靜姐 我都看不下去了 我想給您推薦一個商務 蘭河綿羊奶 他們公司新推出了 滿足全家營養需求的成人奶粉 有了蘭河綿羊奶 即使你一直待在長沙 你全家人的營養也能跟上 SURPRISE 沒想到吧 靜姐 你不接商務 商務也能來找你哦 你們可能會覺得啊 我們這麼多姐姐在一起 平時肯定會有很多摩擦 扯頭花什麼的 其實並沒有 我們的關係真的很好 我們平時啊 同吃同睡 24小時都在一起 關係怎麼可能出不好 再說了 到處都是攝像機 你去 你也能出得好 我這個人吧 做習時間跟別的姐姐有點不一樣 我事情比較多 起得呢特別早 大家都害怕跟我睡在一屋 怕被我吵醒 有一次黃盛音呢 就跟我分到了一個房間 她就悄悄地給孟佳打電話說 佳佳啊 我麻煩你件事情啊 你可不可以跟孟姐去一個房間 跟我換一下好不好 這事我是怎麼知道的呢 因為她當時打電話的時候啊 是凌晨三點 我剛起床 但姐姐們啊都非常的聰明 私底下特別愛跟我聊天 總跟我說 孟姐啊以後有什麼戲啊 可以找我啊 我也可以演戲啊 然後等到選組員的時候 我數了數 我一共站起來六次 沒有一個人選我 甚至都沒有一個人敢跟我 四目對視 後來我去問他們啊 我說你們都不選我 到底是因為我實力差 還是人氣差 他們認真地想了想說 為什麼不能都差 沒有啦 其實我們姐姐們之間啊 還是有真友誼的 他們對我真的很好 尤其是在我淘汰之後 我感覺那一刻啊 他們都成為了我的真姐妹 我能真切地感受到 他們為我感到傷心 以及為他們自己感到開心 但我無所謂啊 我要的又不是成團 我要的是姐姐們的愛 聽說啊 你們這個比賽也挺殘酷的 今天只有三個人能晉級 我能告訴你們的呢 就是不要害怕淘汰 比賽就會有得有失 有時候你獲得了失敗 馬上就能收穫友情 解祝你們今晚都收穫滿滿的友情 謝謝大家 我是張萌 大家好 我是李雲迪 最近呢 確實參加了不少的綜藝 大家都認為我是想出圈 不 其實我是想出門 我們行業所有的公開演出 都暫停了 我在家呢 也憋了半年 都發福了 連初我在網上放了一段我彈琴的視頻 因為震臉有點胖 就只錄了側臉 視頻上傳之後呢 大家都很激痛 哇 沈騰老師你還會彈鋼琴呢 大張偉也來了 我跟大張偉呢 比較熟悉 也跟他一起參加過一些節目 他以前在節目裡呢 也模仿過我 有病好著急 我是李雲迪 模仿的還挺像的 我看完確實挺著急的 擔心他冒充我出去接活 前段時間 我去創造營呢 跳了個舞 我一開始 類型是抵觸的 作為一個鋼琴家 去跳女團舞 動作呢 是這樣的 你最最最重要 跳完之後呢 我心裡真的很糾結 第一 我真的挺害羞的 第二 我還真的挺喜歡的 跳舞呢 還不是最尷尬的 最尷尬的是在後台 有一個熱 有一個熱搜 是我和孟美琪的 屏障式互動 我們誰都不知道 該怎麼開口打招呼 空氣都凝固了 其實 我是個慢熱的人 剛要熱起來的時候 他就走開了 當時我就想 我要是個熱得快 多好 我呢 他確實不散延遲和社交 卻總是因為一些意外的情況 被大家關注 之前網友 在我直播的時候 讓我跟秦浩去爬山 我說好啊 可以一起爬 然後我就上了熱搜 網友還說我勇敢 我說這是什麼勇敢的 是怕我下不來嗎 他們說 不 怕你下來太快 我想那能有多快呢 後來我補完隱秘的角落 確實太快了 怪我不知 隱秘的角落裡呢 還有一場戲 我印象呢 特別的深刻 就是豬朝楊媽媽 為了讓她長高 強迫她喝奶的片段 來了 看這一段時候呢 我就在想啊 這肯定是奶的問題啊 這要喝的是 南河綿羊奶 怎麼還會強迫 每天晚上 睡覺前 媽媽和孩子都搶著喝 南河綿羊奶 多款新品 全家都能喝 滿足各個年齡段營養 我年輕時候呢 也參加了 各種各樣的大賽 作為一個過來人 我想對參賽的選手說 只要在舞台上呢 就免不了 拿去和其他人做比較 包括我在內 所以不要迴避競爭 因為總有一天 你會習慣的 就像我 因為有了之前的經驗啊 現在再去參加比賽 就完全能夠做到 泰然自若 一點都不緊張 反正 我不管去參加 什麼專業比賽 都是去當評委的 其實呢 去唱歌也好 跳旅團舞也好 來講脫口秀也好 主要是因為 現在音樂廳呢 也不能夠公開演出 其次 我真的很希望 有更多的觀眾 可以看到我 從而了解到 我所從事的專業 最後我想對 來今天脫口秀的朋友 說一句 朋友 鋼琴演奏 了解一下 謝謝大家 我是李玲迪 大家好 我是秦浩 脫口秀大會 非常喜歡 最喜歡羅永浩老師 今天還沒來 覺得羅老師特實在啊 聽說欠了好幾個億 要上綜藝賺錢還債 結果沒想到 你看錄了幾期不來了 我當時心裡就想 這脫口秀大會來前 是快啊 其實我啊 以前也不怎麼上綜藝 我最近上綜藝呢 是為了配合宣傳 就希望我的那個 隱秘的角落 能爆 所以呢 在那個隱秘角落 剛播的那幾天啊 我就問我的工作人員 我說戲爆了嗎 他們說 一般 說哥你要不你再 接俩綜藝 我就接 我說行 我又發酵了幾天 我問 我說那個 咱那句爆了嗎 工作人員跟我說 爆了爆了 不用委屈您 再接綜藝了 我說這麼容易就爆了 我說這麼容易就爆了 這委屈我還沒收夠呢 我還能不能再接兩天 綜藝 這不前兩天嗎 我就碰到了李淡 我就問淡總 我說你那節目都錄到 第八期了啊 我也想給我女兒 掙點奶粉錢 你看我還有沒有機會 當時李丹嚇得呀 就跟我說 說哥哥你要來 肯定有機會 可是你得在這兒說 我說我說我說 你別說我懂 是不是說 藍河綿羊奶 奶源稀少珍貴 全新推出成人奶粉 滿足你全家的營養需求 你看 你看 我今天不就是來了嗎 所以說呀 這個世界上 不是沒有機會的 只要你主動 就會有機會 現在呢 我呀 是走到哪兒 都要說這個劇裡的那些梗 說實在的呀 我自己都說煩了 但是架不住那個節目組要求啊 是不是 所以我以前我特看不上那種 就是那一首歌唱一輩子的 結果我現在自己成這樣了 我現在去哪個節目組 我都先跟他們說 我說 一步爬山 二步拍照 三步唱小白船 有志氣吧 節目組導演當時跟我說說 浩哥你要這樣的話 那我們就只能換人了 我說 藍藍的天空銀河裡 有志小白船 還要是再拿下來一個假刷片 很無奈啊 但是今天我來這兒呢 確實有點緊張 因為我發現 大張偉坐在那兒了 我這人啊 特怕和那個畫蜜的人在一起待著 剛才我還想 我說要大張偉在 我乾脆我就回家算了 後來我一想 我要回家 我老婆在家呢 唉 算了 還這是清靜 其實《隱秘角落》這部劇啊 開始我並沒有打算接 主要是擔心米莉 我女兒叫米莉 在學校受欺負 因為那個小孩嘛 童言無忌 就覺得說 你爸壞人啊 怎麼怎麼樣 就怕孩子受欺負 所以我就跟那個導演心爽 我就說 我說 我不想演反派了 當時導演就跟我說 說 哥 這次你演的呀 是一個數學老師 愛運動 愛攝影 同學們都喜歡 到他家裡面 就上補習班 我一想 我說 哎呀 那這人物挺陽光啊 結果拍完了一看 我才知道 我是陽光了 給別人留下的全是陰影啊 現在呢 反正就老有人覺得 我就是張東升 我說呢 人是人 戏之戏 可呢有些人就是人戏不分 包括我的那個經紀人 也問我 說 哥 你跟我說實話 你是不是 心理變態 我說你看個劇 我說你看魔證了你啊 你看 我用生命跟你保證 我不是那樣的人 我靜靜靜靜跟我說 說你算了吧 你還生命保證 在你張東升眼裡 生命值錢嗎 特別無奈 今天來到這兒呢 還看到了我的老朋友 程璐 好久不見啊 上次見還是在 吐槽大會的夫妻場 如今 如今物是人非了 對我不能笑著說 如今物是人非了 然後我在後台 我看見他我就跟他說 我程璐啊 嗯 沒事 我覺得你還有機會 程璐說 哥 你別這麼說 我害怕 我說你想什麼呢 我說你比賽 還有機會 所以說今天呢 來這個 聽說是個晉級賽 我就想說啊 這只是個綜藝 好不好 大家都放鬆 別認真 如果你要太認真了 你就輸了 你就不幽默了 所以啊 別總想著晉級 想著什麼爬什麼脱口秀的頂峰 你爬上了又能怎麼樣呢 啊 爬山多危險啊 謝謝大家 我是秦浩 大家好 我是羅永浩 謝謝 我給你 我是一家著名的手機公司的創始人 在公司全盛時期呢 我們一度差一點收購蘋果公司 但是後來經營出來一點點小小的問題 後來呢我就欠了六個億的債 在後面呢就到這兒來做脱口秀了 看是不是能解決問題 好這個 有一點很奇怪就是我這輩子呢 一天都沒有做過脱口秀 一場都沒有做過 但很奇怪的是 多年以來我一直被認為是 在李旦崛起之前 中國最好的脱口秀演員 一直有這麼一個誤會 所以呢 今天大家即將見證一場奇蹟 就是說我作為一個成名將近二十年的老一輩傳奇脱口秀演員 今天在這裡給大家獻上一場我的脱口秀的處女秀 走秀 為了 啊 還有開刀 哦 過這份號的 哇 為了鄭重其次 我給這場詭異的脱口秀活動呢 在家裡還很正經版本的起了一些名字 我想第一個名字呢 說一個正常人欠了六個億債以後 還有沒有必要繼續活下去 但是人家說這個有點太驚悚了 當然今天活動我們要處理得應景一些呢 也可以改成欠債六億不用愁 蘭河養奶來解憂 對吧 這樣的話呢 出來做事作為一個社會人就顯得情商特別的高 因為大家知道今天這是一個李旦的主場 今年這個現場啊 只要有嘉賓上來誇蘭河綿羊奶 那就比誇李旦的奶奶還能讓她高興 所以呢 全部包裹 一個人呢欠了六個億之後 六個億的債務之後 他的生活會發生很多奇怪的變化 這個你們知道嗎 不知道 沒欠過是吧 沒欠過那麼多 會發生很多奇怪的變化 比如說我媽 我跟她一輩子了 應該我很熟悉她 但她有一些奇怪的反應 她就說 她之前知道我狀況不好 後來得知六個億看了新聞 就給我打電話 以前呢她因為兒子比較胖 總是告訴我 不要吃宵夜 高熱量的東西 不要亂吃 不要胡吃海鮮 但是六個億新聞出來以後 她給我打電話 她就說 你以後想吃點什麼 就吃點什麼吧 然後我老婆的反應也比較奇怪 她在家焦慮了很多天之後呢 有一天突然就跟我說 要不咱們也去美國 就別回來了 然後每周都說回來一次 但是就別回來了 然後我聽了就很奇怪 我說收購蘋果這樣的事 我們能不能往後犯一犯 緩一緩再去好不好 她就拉長了臉不高興 我就哄她 我說好不好嗎 最後我們就沒有去 是吧沒有去 然後呢我的朋友的反應也很奇怪 之前我公司經營不散的消息 傳出去之後呢 他們很多欠了我錢的 就拼命在湊錢 籌集錢說趕緊還了 幫老羅解憂 但是傳出六個億的消息之後呢 他們說 就先別還了 我們這點錢還了 好像對六個億也於事無補 我當時雖然急著用錢 但聽完了以後呢 覺得好像還挺有道理的 竟一時無法反駁 是吧沒有辦法反駁 然後呢欠了六個億的這個債務之後呢 其實我們的朋友圈子也會發生一些奇怪的變化 我就這麼說吧 我原來有個公司叫老羅和他的朋友們 後來呢我從事這個直播業務的公司叫交個朋友 老羅和他的朋友們交個朋友 那麼這段我人生的低潮期呢 在這個還債期間有一次 得了一場疾病 其實就是鬧肚子不嚴重 常嚴 然後在醫院坐了兩天 夜裡混混沉沉醒過來 打開手機一看 有一百多條來自朋友的問候短信 我就很感動 發現百分之八九十的短信來自在主朋友 這也可以理解是吧 我當時看 但他們問候的方式就很奇怪 說老羅你還在嗎 你還在嗎 在嗎 你怎麼不回我 你還在嗎 完了我就給他們回 我說我還在 別慌 完了以後他們說 哎呀太好了 那我們去看你 我說不用馬上就出院了 他們說不行 一定要來看 我說別來了 他們說不行一定要去 我就火了 我說討厭 他們說你才討厭 就讓人家來看看嘛 後來沒辦法 就讓一些人來了 來了以後呢 這些人來了很奇怪 坐在我床邊跟我說話的時候 老摸我的脈搏 是吧 老摸我的脈搏 非常有意思 最後呢 這六個億的債務 除了對別人 對我自己也會產生一些變化 是吧 因為我人到中年了 但是因為這件事呢 我突然又變得像年輕熟一樣 要給自己立志打氣 所以我買了很多立志的書 在家看 要把精氣神提起來 是吧 然後在家看書的時候 就發現 那些什麼心靈雞湯啊 心靈雞血啊 還有什麼毒雞湯啊 還挺管用的 比如說我看到一句話 對我有特別大的振奮的作用 這句話說 如果你欠銀行一百塊 那是你的煩惱 如果你欠銀行一個億 那是銀行的煩惱 我一想我六個億 幹翻六個銀行了 是吧 所以當時我就覺得我很厲害 於是呢一口氣就提起來了 就感覺非常治愈 稍事修整之後 就啟動了我正式的還債生涯 那麼開始的時候 我還誤以為我只要認真工作 努力賺錢去還債 社會或公眾 就給我一個相應的認可 我這麼善良的想的是吧 但後來發現 其實根本不是這樣很複雜 比如說我為了還債 做了帶貨直播 目前號稱抖音帶貨一哥 是吧 在中國排進前世 這很了不起了 14億的人口的國家 做任何一個事情進前世 雖然不如前三過癮 灌壓寄軍嘛 不如前三過癮 但四大天王也挺過癮的 是吧 我就是中國帶貨四大天王裡的老師 是吧 然後我做了這個呢 很多人就罵我說 投機分子哪熱就往哪臭 就是個投機分子 什麼理想主義者 這個讓我感到很奇怪 因為我是欠債還錢 肯定是要賺快錢的 哪熱往哪去有什麼錯嗎 你們說有什麼錯嗎 沒有 肯定沒有錯嗎 但是我背著一身債 難道去做回報周期 特別長的項目嗎 比如說三十年後 我終於發了大財 給我的債主朋友們聯繫還債 有一些中年的債主朋友 可能已經不債了 我告訴他還債他不理我 我只好不停地給他發短信 我說還債嗎 債嗎 還債嗎 你懂了是吧 不 所以我又啟動了另一個 就是我年輕時候 有機會做沒做的 就開始接廣告代言了 接完了以後 有很多人罵我 說不要連 連遊戲廣告都接 羅永浩 你成了你年輕時候 最討厭的人了 我就很奇怪 我年輕的時候 誰會討厭給遊戲代言的人呢 我們討厭的都是不讓我們玩遊戲的老師 對不對 我想起我們那時候陳老師 我們學校的 他說不讓我們玩遊戲 學校附近有個遊戲廳 回家的路上可以進去玩 他下班閒著 沒事還進來抓我們 抓完了以後 給我們叫到外邊 當著很多大人面 訓斥我們說 你們這些沒出息的孩子 是吧 拿著父母掙的血汗錢 到這兒給遊戲公司 羅永浩 我說的就是你 你有本事 你有能耐 你掙遊戲公司的錢 給你父母送去啊 陳老師我做到了 偶業 好可愛 後來呢 我拓展業務項目 也開始來錄綜藝節目了 很多人說 我又從一個體面的企業家 為了賺錢 成了一個 跪下來賺錢 不要臉 我就很吃驚 什麼時候 企業家 比人民藝術家 高人一等了 這都什麼價值觀 非常生氣是吧 何況 我可是 還有一些人呢 支持我挺我的 我看了更毛骨悚然 更嚇人 他說什麼呢 他說 他說 成年人啊 不管不過的 埋頭賺錢 一門心事賺錢 這就是一個成年人 最大的成熟和體面 這話我看得也很奇怪 我怎麼就 不管不過的賺錢了呢 我賺錢都很謹慎呢 我錄綜藝節目都很小心的 錄的都是脫口秀大會這樣 非常有水準的綜藝節目 我也沒像這五位領校園中的 至少三位一樣 什麼破節目都上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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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呢 我又聽說 給那些有錢的財主大款們 家裡這個做婚商嫁娶啊 結婚啊 葬禮啊什麼的 去做主持人也能賺很多錢 完了我說 那這個我也可以考慮 我就跟媒體說出去了 這次說完了 那些罵我的失戀人 可能最後徹底崩潰了 這可能突破他們想像的底線了 然後就不再罵我了 就挺好的 是吧 挺好的 但是我說這個是嚴肅的 我可以做的 是吧 可以做的 最後說有點開心的 那這個死於2018年年底的六個億的債務呢 到今天我們已經還了快四個億了 很快就還了快四個億了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呢 未來一年應該也就差不多還完了 就算有一點點小小的意外 我是行業明燈嗎 永遠會有意外 所以就算有一點小小的意外 可能也就是個半年一年的事 是吧 所以沒問題 當然未來我們人生道路上 可能還會遇到很多波折挫折 是吧 但是作為一個專業的脫口秀演員 一個人民喜劇藝術家 我和我那些優秀的同行 是吧 我們都會嚴格遵守一個我們職業的規範和準則 那就是我們不管怎麼樣被驅解 被污衊 被侮辱 被傷害 作為一個人民喜劇演員 永遠要面帶微笑 永遠要把歡樂帶給大家 就是這樣 好 謝謝 另外 我今天藉著這個機會和這個舞台呢 也想給我的債主朋友們說一句 無論是已經還了的債主 還是等著要還的債主 我都跟你們道一個歉 我缺這麼一個機會 跟你們道一個歉 是吧 對不起給大家添麻煩了 非常非常抱歉 等我們這些債務真的全都還完了之後 可能會拍一個紀錄片 來紀念這一段詭異的人生旅程 是吧 這個紀錄片的名字我都想好了 就叫《真還傳》 這個諧音梗呢 海原老師和建國老師對此意有貢獻 好 最後 最後的最後 我想對在網上 看到這個節目的廣大節目的觀眾們說一句 歡迎就我以上提到的幾項核心業務 就是直播帶貨 綜藝演出廣告代言 婚商家局主持 旺鋪開張剪彩等等等等 如果有需要跟我們團隊聯繫 會給你服務好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你過來呀 我們兩個 我就沒有 你把羅老師那個也拍了 大家好 我是沈騰 你第二位展示已經全到了 很榮幸由我來開啟脫口秀大會總決賽這個盛典 其實一開始我沒打算來 因為最近呢 綜藝上的太多了 觀眾很快就忘記我是個演員了 但我知道總決賽收視率肯定高 所以我上這個綜藝 是想借機告訴大家 我還是個演員 今天是總決賽第一輪的主題是什麼呢 是是終點也是起點 這不禁讓我想起 當年在軍藝的日子 那是我演藝生涯的起點 也是我顏值的終點 當年我有一個很響亮的名號 蕭草 對 軍藝蕭草 現在呢 居然淪落到跟徐征老師撞兩 但很明顯 這是徐老師放出來的料 並且還在料上做了手腳 請看大屏幕 徐征老師跟我撞臉 我這臉可是入圍過亞太區最帥 100張面孔 No.21的 徐征老師你能入圍啥 你最多能入圍亞太地區最凸的100顆頭 你排名37 李誕38 還沒比 羅永浩老師在榜外 也堅持不了太久了 其實呢 是終點也是起點這個主題 羅永浩老師比我更合適 人家事業經歷了多少個終點呢 而今天又是他的一個新的起點 作為中國脫口秀的第一人 他將第一次站在脫口秀的台上講脫口秀 算是他的正式首秀 但 誰知道呢 羅永浩加油 脫口秀挺住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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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好 有請羅永浩老師上台 之前呢 我必須要說出藏在我心裡多時的那句話 蘭荷米羊奶 不是一般的羊奶 它是全羊乳配方 更多天然營養 更好消化吸收 好羊奶 血藍河 哎呀 痛快了 有請羅永浩老師